飛輪海他們又接到了 觀光局的那個代言 然後吸引來一千名粉絲 有五百位都是一個媽媽 看一下 觀光局第三年請到飛輪海 做台灣觀光大使 代言期間 國外旅客來台追星觀光的遊客 也增加許多 周日早上特別邀請了 許多國外粉絲們來台 與飛輪海以尾牙的模式 共同品嘗台灣夜市美食 也嘗試製作蘿蔔絲餅 以及包心圓珍珠奶茶 活動上來自各國的粉絲 幾乎讓會場擠到水泄不通 而開放網路登記當天 更是在兩分鐘內 所有名額就被搶購一空 尤其日本粉絲就佔了超過半數 而讓粉絲們最開心的 除了是能見到偶像飛輪海之外 這次也是在無尊宣布單飛之後 四人最後一次的合體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台灣 歡迎來到台灣 希望每一個你們都可以感受到 飛輪海對你們的愛 然後真的是有衷的感謝你們 謝謝 那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我們可以把台灣這麼棒 這麼有人情味 然後這麼多好吃好玩的地方的東西 跟你們一起分享 那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每次看到你們都就是 帶著滿滿滿足的 回憶跟心意 就是回到你們的城市去 讓我們一起分享台灣的美好 那真的再次的謝謝你們 那希望你們未來日子 可以繼續跟我們一起分享 台灣的美好 謝謝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 然後常常回來這邊 因為不想唱歌而決定退出團體的無尊 對於最近大家關心的近況 他說 最近剛剛滿完宣傳一部電影 開心魔法嘛 對 然後就回來台灣 然後接下來就是 因為台灣也要唱大舞聲 所以也會回來宣傳 除了台灣飛輪海帶動了追星觀光風潮 其他亞洲國家像是韓國 選用2PM做韓國觀光公社代言人 而日本也請到了Alash 為日本觀光代言 打出偶像牌以吸引外國觀光客 也漸漸成為競技內的趨勢之一 BNews 追星觀光一舉兩得 整理報導 之前有傳聞說他們要解散了 有網友就說不是要解散了嗎 該不會是為了錢又合體 在非不解散 不過這一次應該不是啦 因為它是觀光局 是幫台灣賺錢的 對啊 幫我們台灣多賺一點錢嘛 那如果要解散的話可以找我加入喔 幫我們追蹤台 你要演的不是 我們要休息了啦 非為妳的 好 聽廣告